遍地海谷的明代谷战场你见过吗 这里是吴王脚水溪 水溪族人躲避战乱的一个山洞 但是后来被发现两队人马在此大战 水溪两千多人全部殉命洞中 从来以后住在周边的居民 雷雨天气总能听到战马厮杀的声音 进入洞中却又什么都找不到 那么声音到底从何而来 接下来大家就跟着我的镜头 一起进入洞中 看看到底有何古怪 到达洞口了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上古战场 据说时间最早可以追逐到 新石器时代 吴山桂搅水溪 在这里发生了一次 特别惨烈的基站 可以说是当时这个地方 的尸体堆积如山传说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洞口是确实特别的大的 就当时吴山桂是在这个外面50米开外的地方 利用这个水溪这个人夜间出来找吃的一个 一个就是习惯了 然后架了数百门这个大炮 往这边使劲了 就是开炮啊 把这个水溪人全部打死了这个洞 这个地方有一个人为堆建的 这个啊 生火的 这不知道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 生火 感觉像是一个 祭司用的 这样的一个 烧东西的地方 然后这个洞的话大家可以看到 它封为了 左边一个洞道 右边一个洞道 而且从里往外还冒着这个雾气啊 右边过来这里啊 它是一个穿洞啊 这应该也是牛鼻子洞的一个由来 据说这个洞穴啊 它的外面呢 特别像一颗牛 然后 所以说 这个洞啊 刚好是牛的鼻子啊 所以叫牛鼻子洞 从这里过去看一下 这个地方特别的凉快 非常适合这个 这个 来这个地方避暑啊 夏天 过来在这里又发现了两个方形的坑 这有可能是当时的考古留下的 考古坑 这边也有一个 然后 这块石头在这个洞出来就像一块粒米彩样 我们现在原路反馈继续探索 左边的这个洞道 右边洞道就完毕了 这边过来有一些小的 洞腔 地上的土 感觉在这里生火火 应该是以前的生的 这里是一个盲洞 从那边过来 我们现在回到刚才进洞的主洞口了 然后 继续往 左边的中道进行探索 它这个洞枪啊 全是灰字眼 特别的大洞枪 然后完全是打不到 打不亮的这个电筒 雾气特别的重 啥啥啥 发现啥了 魁谷 腿骨 你看 这么大 据说在这里发现了腿骨 你看 哇他真的发现了一个骨头 哇 在这个水里泡掉了很大的一个骨头 这个骨头明显就是在这个地方很长一个时间了 看来这个无王交水系啊在这里发生的这个战争呢应该是真实的 它这个里面呢 时不时的能听到一些很奇怪的声音 懂还懂得不知道是哪个地方发出来的 而且在这里面发现了很多这个小碎的骨头 这个地方又发现了一块 那里有个更大的 那里那个地方又发现了一块 那这个地方以前确实是死过很多人 发生过激烈的战争 猫腾鹰的羽毛 现在在我们前方出现了一个水塘 然后我孟少爺就选择从边上走过去 那这个地方感觉很滑上面 但是有点危险 我就直接踩水走了 这个水倒是不深 按到膝盖 也不是特地的冷 大家看这个进来的洞窟啊 先气弥漫的 给人的感觉还很神秘 前面是出现了一个像蘑菇一样的石头 这个地方有一个进水口 这个进水口的下方形成了很大的一片冰流石 来看一下啊 然后还很好看啊 一直往下 到下面 到这边这个水塘 这里这个石头像一个奈格堡 在这里啊 看着上方 然后我们继续往里走 这里面的雾气特别的大 就是因为这个水啊 产生了很多的这个水蒸气 继续开到最亮 不然的话完全是看不到路 而且我们现在 镜头里面的话就是灰蒙蒙的一片 地上都被别人唱过 据说 这个 据当地老乡讲的话 在以前呢有一个人在里面呢 挖东西啊 他们当地报案了 警察来就直接把他们给抓走了 这个像一个乌龟 走近看一眼 像不像一个玄武 在这个地方 很像哈 整个洞枪整体特别的巨大 从那边走过来 这里是一片乱石区 这个洞啊给人的感觉就是黑压压的一片了 里面云雾缭缭的 感觉像要吞噬着一切的这种感觉 而且这个里面呢 时不时的会发出一些很奇怪的声音 哇 这边像一幅山水画 大家看 特别的好看哈 回来的路也是乌蒙的 继续往里走 感觉还很深 这里发现了一个小洞 下面是碟潭 一个 向右边走的洞道 而且是向下的 这边是向左走的 我们探索右边这个洞道 继续往下走看一下 洞道走到这个地方就结束了 这里是一个浮流潭 水液是在这个地方消掉的 这边都没有洞道了 而且这个地方的淤泥特别重 说明长大水的这个 就是它下大雨啊外面 或者是长大水的时候 这个水已经淹到了那个地方 已经淹到了这个地方 甚至淹到了上面了 整个这个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洞室啊 全都被水灌满了 我们现在往回走 探索其他的地方 这个好滑 这个上面特别的滑 现在正前方出现了一个 特别巨大的石头 地方 都是有干裂的 看来以前这里面是干的 也就是 最近下雨里面才涨了水 这个石头感觉像在空中飘起的一样 特别的震撼 特别的震撼 像一艘船 再看 从这个地方看过来 特别像一艘幽灵船 在这个洞中 而且这个洞道还没有看到头 继续往里头 这个船的后面呢 是一堵很平整的石墙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石墙上面呢 还有一个水的这个痕迹啊 就说明以前淹水是淹到了那个地方 水位线 这个地方都是被水淹起来的 然后这里 又是一个进水口 这个水还特别的大 像那下暴雨一样 这个像这个洞里面的大山 左边的这个洞一直往里走 是特别的巨大的 变成打不到头 最少是有四五十米的一个高度 由于有雾气的话是打不到头的 没有雾气的话应该是可以看到洞顶的 哇这边的水深好大 这个洞道走在这个地方 水是从这个地方消下去的 我们继续往里探索一下 看看能不能走进去 然后这一周的话就没有其他的洞道了 就看这个小洞了 结束了 走到这个地方 这个牛壁子洞啊就探索完毕了 这个水消下去了 我们人进不去 太窄了 我们现在开始往外测 结束了 据老乡主说这个里面能听到这个水吸引的喇喊声呢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里面的这些水啊 触步啊就是发出来的 由于这个外面下暴雨的话 它的水性量大之后啊 它会形成这种触暴的一个声音 听起来就像这个人在喇喊一样 感觉里面呢在冰尸马吼在厮杀一样 像火栈场一样 然后这个洞穴的这些地面上 确实发现了很多的骨头 看来这里啊 古代啊确实是这个 无光搅水溪的一个古山场 整体的话 这个洞穴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小小们快来快来 啥啥啥 骨头 骨头 这是一个位于300米峡谷 绝壁中间的土匪洞穴 由于年代久远已经没有了路线 这次我和队友两人 驾车来到了这里 打算利用绳子进入里面探索 在路上向老乡打听得知 此处为阳家洞 脚匪洞中就死了一千多人 那么这个一千多人的土匪洞 内部到底是何模样 接下来大家就跟着我的镜头 进入其中 然后先锋已经把线开下去了 马上大家就跟着我的镜头 从这个地方 依次索降进入这个 阳家飞洞 索降下来了 这个是第一段 下来之后还在这里 发现了很多 这种石尾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石尾 然后它后面 这些小点点 是它的包子 然后看一下 这个下面的话 就是落脚盒 特别的高 先锋正在下面做系统 二段索降下来 在这个严密的中间 发现了一株这个穿穹 这个是野生的穿穹 被誉为仙草 现在我们将到第二个平台了 这个平台的话有四五个平方这么大 然后旁边的话有一些小的孔洞 可以说是老鹰的栖息地 地上的话有一些这个动物的粪便 但是像是羊子的粪便 有可能这个地方有这个野生的这个羚羊生存 好我们现在继续往下锁降 应该就可以进到这个洞穴里面去了 现在我们从上方锁降下来了 下来之后大家看 在我们正前的话出现了一道载门 这个应该就是羊家带的载门 旁边的话是我们刚才在这个上面看到的一些石墙 沿着这个当时土水修建的时期 往上走进到这个载子里面去看一下 看一下 这个载门 特别老实好 全是这种重大 几百斤的桥石堆砌而成了 桥石还修整的特别的规定 继续往里走 这个地方也是有插线 应该是当时 脚匪的时候用大炮炸它的 这里是棋子 我看这边 哇 以前应该是有炮台的这个地方 当时就是这两个土水修是特别厉害的 一个现烟叫烟绍鸣 一个叫雪戒 听这个名字 就知道特别的凶残 雪戒 哇 这个石墙的话 特别的厚 有凉米厚的样子 往后的话 是一个巨大的这个溶洞 地上是一些乱石块 应该这些都是以前的这个 嗯 城墙的石块 我们继续往里走 这个怪声会不会是从这个洞里面发出来的 旁边的话是有一些这个中乳石 感觉这个洞特别的深耗 看不到镜头 可以压压的 这里有一个中乳石 还在生着 上面还有这些 泛的荧光 继续往这边走 看一下这边有没有东倒 这个后面 地上的中乳石都坏掉了 这好像是一个铁的东西 这好像是一个铁锅的这个底部 这个位置 哇 地上的这些坑呢 这应该是淘宝的进来 把这个地下全都给探索了一遍 看一下这个中乳后面 它有些洞穴就是藏在这个中乳的后面 底下都是被掏空了 这已经被别人掏掉了 然后它又来开始重新生长 这些中乳石 这个地方还有水 上面的也是损坏了 后面 这里还在生长 地上有瓦的碎片 这边好像没有动到 这里 这里没有动到 看一下这个地方有没有动到 这个地方也没有动到 然后当时这个地上啊 感觉有生火的痕迹 有可能这里以前是一个厨房 这里有一个六字 这里有一个六字 从这个载门到这里面来的话 是有特别大的一个空间哈 容那个两三百人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这里有一个坏掉的锁 以前的坏锁 我以为是个子弹 不是的 继续往这边探索 那个地方有一个洞穴 过去看一下 在这个地上 这里发现了一个骨头 这里也有 这个石头上面的这个纹落 像有字一样 那孟头就说 在这边又发现了骨头 我们看到这里也是一个骨头 这个特别像人的骨头啊 但是不确定 我们继续往这边走 这个地上 有一个网 有一个碗 这碗上面这个像是字一样 熊花的 旁边是一只鸟 哇很多 这里又是一个 这像是一个符哈 但是这些都是坏掉的 这个宗石像一个龙的头部 大家看一下 还有牙齿 牙齿 哇靠 这个熔油困在这里面 渡劫失败了 也有可能这个地方 是一个风水堡地 这个地上 又发现了碗的碎片 这是一个符字 大家看 很明显的一个符字 然后这里有很多碎片 这个符字特别的好看 我继续往前走 这边这个洞啊 分成了上下两层 大家看 上面一层下面一层 进到下面一层去看一下 下面是一个洞腔 没有动到了 在这里面能听到懂得懂的声音 不知道是从哪个地方传出来的 不知道是从哪个地方传出来的 沐河街是走到上面 我们现在从上面走看一下 上面的话以前应该是在流水的 我靠这个猴子 这里马上就要形成血珠了 继续往里走 这个裂缝感觉还很深 它现在已经流去很远了 但是又特别的矮 只有针着慢慢地往前流 压着不 看来它这里面呢 以前是一个进水口 这里是一些干枯的云盆 地龙 这群里最常见的就是地龙 所以 这个地方可以站起来走 然后这里是一些 狭小的动挡 人也只能爬着往前进 继续往里走 全是这种特别矮的这个动向 然后中石头 而且还长连接住了 地上很多断掉的这个中石 这个特别像一个人 我们继续往里走 哇 这边有亮光 看这个地方可以出去 这边是过来的一个路线 那边的话是一个盲洞 所以我们继续 往左边走 只能往左边走 这里可以站起来了 它这里面的桌子 还是特别漂亮的 大家看 这像不像一个石床 在这个地方 然后往这边走 顶上的中石都是这种 很白的颜色 很白白的 白白的 特别的好看 看 这里过来 这个像个啥 像一个鳄鱼的头 这个位置 这是一个洞窍 这里 是一个洞口 过去看一下 是哪个地方 是哪个地方 压 挂住 哇 这个东西应该也是在悬片上 啊 这地上有好多的毛 这应该是 老鹰把这个鸟吃了之后 留下的 这里应该就是一个老鹰窝 大家看 一地的这个 这个喜鹊的毛 应该是喜鹊 被老鹰吃掉了 这里是一个老鹰窝 落脚河 旁边那个桥是落脚河大桥 这里的风景特别的好 我们现在原路返回 这边有一个洞道 往往这边走看一下 像地道一样 这里面非常适合躲避 这个别人的脚沙 因为它这里面全是镂空的 四重八达的 哇 这个地方过来是一个向下的 竖井 通向悬崖外面 一个小树井 通向这个 落脚河的 这个地方我们独手下不去了 原路返回 继续探索其他的地方 这个地方的地貌特别的相似 就是啊 进到里面来之后呢 是特别容易避露的 然后 这些中学不了解的话 现在大家分辨出来 我们刚才进洞的路向 看一下 还有一圈 完全分辨不出来啊 完全分辨不出来 但是其实我们是从这边进来的 我们继续 杀杀们快来快来 啥啥啥 杀瘦的骨头 骨头 对 杨家瘦的骨头 哇 这么大 这里发现了一个巨型的骨头 我这个天哪 这个 这应该是人的大腿骨 对 难怪不足 这个地方据说死了很多的人了 这有可能是真的 这绝对是真的 这地上到处都是骨头 这上面这个洞穴啊 我们就探索完毕了 然后从这个带门出去啊 但是我们在这个无人机里面 看到的其他的东西 看一下是一个什么情况 我不是想要是完全不回事 就像是 Roberto 我必须把那个大炉穴